欢迎收看标股极先锋 我是子彦 我是宗翔老师 节目开始前先帮我订阅 宗翔老师的个人频道 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哦 好回到今天大盘 今天大盘是涨了148点 但是感觉啦 最近好像都在涨台积电啊 然后涨金融股 好像是不是有一点在拉指数的感觉 我想今天涨148点 很多同学都认为好像跌148点 我也这么觉得 对啊 旗感温度很低耶 因为都没有涨啊 台积电涨啊 航运股啊 航运股 那个航海啊 最近涨的跟标的跟什么一样 不过航运股已经跌很深了 对不对 然后还有什么你知道吗 除了航运股之外 还有就是因为航运运费最近在涨价 对 其实电子股全部跌 不管你阿猫阿狗都跌 但是同学 今天爱普背离了 贝离了 什么叫贝离 同学不懂什么叫贝离 我教你啊 老师有技术分析会教你 贝离就是他跌破前波的低点 但是指标没有跌破前波的低点 指标 当贝离出量之后 他就准备开始大涨了 那我在这个网路上 我在这个留言上被很多同学嘲笑骂 但是我告诉你 我们可以错一次 我们不能错第二次 因为你万一又卖到最低点 然后开始大涨 涨100块涨200块 你不是更恨我 对不对 老师我套在很高点 我告诉你 他还有机会让你解套再赚钱 别支股票我就没有把握了 我先讲好 爱普我是有把握 你套在400块的资源 我是没有把握 你套在500块的爱普 我还有把握 我待会解释给您听 好不好 今天订阅按赞分享 今天韩中威胜打到跌停板 你敢买了 你不敢买了 对不对 我们的同学敢买了 我一个同学跌停板 我就下去买 我也盘把他冲掉 也是赚钱 今天的威胜是底部报大量 底部报大量 今天报的量很大 真的 高档爆量位置出货 低档背离爆量 位置见底 总要大家卖到已经不想卖 今天的爱普也有大量 量比昨天还大 我们待会做一些说明 来我们看一下今天大盘 今天大盘来看一下 今天大盘还涨 涨148点 对不对 老师大盘又继续涨 老师大盘会不会过 过2万1 过不过2万1都不重要 为什么 有的时候 你过2万1你的股票刚刚开始跌 对不对 有时候过2万1 你的股票从低档开始涨 对不对 所以不重要 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讲 我们世心出掉了 不能一直买 对不对 有点尴尬还在买 还在加码 不能把会员当做呆子一样 3661世心 我们在这里告诉你很清楚 我们在这里3270块有叫你卖 我会员有抹出 我如果没有抹出我随便你 这一天当冲我赚钱 我也告诉你我赚钱 昨天当冲赔钱 我都告诉你我赔钱 没有一个老师讲自己赔钱 每一个老师都赚钱 我赔钱 我赔钱笑一笑 赶快赔 因为赔不多 前一天还赚钱 因为我们这里买这里卖 这里买这里卖 这里已经做了三趟了 每一趟都赚钱 这一趟也赚钱 昨天那一趟赔钱 因为昨天太大量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昨天赔钱 我问你昨天不卖 你今天不是又多赔75块 真的 我不要说你开盘去买 我就说你昨天你不卖的话 你以收盘价来说 是不是又跌75块 那我问你 下礼拜怎么看 他也快背离了 他也快背离了 我认为如果下礼拜 最好开跌停版我就买 开跌停 太难了 不可能了 不过下礼拜可以开始买 来我是不是跟你讲3443的创意最强 对 他今天有没有跌 没什么跌 差不多 我问你啊 所有的IP股只有创意守在 月线之上 他都是碰到月线就有人马上来 碰到月线下面都有毛毛啊 对不对 老师他今天没有量 没有量代表什么 第一个 赔钱的不愿意吗 第二个 这个也没有人去做当抽 因为没有量 对 那炒码比较安定 下礼拜一搞不好开高走高拉长 会不会这样走我也不知道 不过问题是下礼拜一你注意到1290会过 我这样讲可以吗 1290 1290会过下礼拜一 下礼拜1290会过 我们看一下6531的IP 今天是不是跌破低点 这边的这边的低点是345 今天有没有跌破345 今天有啊 有对收盘收到345 开盘来到跌到338嘛 338之后又拉拉拉拉拉拉到347嘛 但是老师最后一盘为什么K下来 很简单啊 有人当充啊 你们当充就说这里拉上来会拉涨0百屁的 不要不要这样想 不过问题是他今天最后一盘 他的量蛮大 最后一盘量蛮大 应该不是都是当充吧 不是 最后一盘竟然有600多张的量 不管是停损的 融资追缴的 但是他量开始出来 好同学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里是不是跌破这边低点 对 你看KD指标没有跌破 好他上一次起涨的位置在这里的话 其实你注意看这里 这个高点是多少 这个高点是349 349吗 对349 349第一点是多少 第一点是等一下喔 第一点334 好 是不是已经快到了 349 对不对 对 对不对 对不对一样嘛 对不对 这个这一根 这一根的高低点是多少 高点349 低点334 好 那今天呢 今天的高点是351 低点338 好差不多了 这一根对称就是这一根 那因为他礼拜一 他这一支股票很扯耶 从礼拜一礼拜二 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 礼拜一跌到礼拜五 跌一个礼拜了 我告诉你喔 像这里也是跌一个礼拜 这里不只跌一个礼拜 这里跌一个礼拜 一天就涨回来了 真的耶 对 这里跌那么多天啊 跌两个礼拜 一天就涨回来了 嗯 那你认为他会不会一天就涨回来了 他当然他的机会啊 他的机会比3035还大 3035每天破低点 好陡峭喔 其实没有很陡啦 这个其实跌的很缓 这样算很缓了吗 很缓了 他没有跌停过啊 每天就跌啊 每天就跌个3块5块 那是不是跌停比较好啊 对啊 跌停比较容易 讲到跌停比较好对不对 今天这一只股要跌停 哎 真的有碰到一下 但很快就被买上来了 不是碰到一下锁住 哦 啊我同学就赶快啊 跌停板赶快进去买 尾盘冲掉 怎么那么聪明 看到跌停板竟然 因为跌停很早 你注意到啊 他今天是不是底部爆料 对 他今天破低点啊 是还没有跌到这里的 但是今天底部爆料 好 来 还有一个同学说 老师那个5351的预创 我和你今天全部都点 是由他在讲 哎老师不是他财报不好吗 昨天外资不是砍一大堆吗 对不对 那为什么他会好 我不知道 我告诉你 他是不是跟你讲 要办宣征 宣征 宣征面额10块 不是说你可以认到10块钱 没有这回事 像譬如说3035的资源 对不对 你认购价 哎面额也是10块啊 你认购也是300亿啊 对不对 像4961的天狱啊 宣征价255 对不对 不是宣征10块钱 就是认购10块 这个叫宣征价 好不好 所以来我们看一下 最近有一些消息出来 66666669是不是 回忆 回忆老师业绩不错 也在这里振 对不对 还有什么 6415 细利 你看他400块手的蛮稳的 还好啦 他比6719的励志还强 对不对 你看6719的 你看 是没有那么强啊 那你看8054的安国 我卖掉了 对不对 我们当初买在这里嘛 后来涨上来嘛 对 我告诉你啊 同学 我当初叫你卖120的威胜 买130的安国 结果安国从130涨到180 嗯 那你威胜你就算输 30块 安国是不是赚50块回来 对 对不对 所以 同学 我有时候老师用心良苦 我说实在啦 你看我节目也好 你来参加我的会员也好 老师是尽量帮你们赚钱的啦 说实在啦 你看我节目来嘲笑我 也没关系啦 老师这个脸皮厚嘛 哈哈哈哈 老师年纪那么大了 老师又不是那 刚出来社会那个 不懂的这个年轻人 我们安国真的有卖掉 对不对 我老师又不是那个 不懂的年轻人 被你们骂一骂 像网路骂我越骂越凶 你知道吗 老师 你那个爱谱啊 每天介绍啊 老师啊 啊我跟你讲爱谱 我爱谱买在140 那这里没卖 这里再买 这里没卖 这里再买 这里有卖掉 因为这个角度太陡 有卖掉一趟 嗯 下来又买 然后吉拉 我们都没卖啦 最多只是短线做一下 老师你真的是对爱谱 不理不气 对 无无无 没有卖 被网路骂的 哇老师晚上睡不着觉 有人还念那个符咒 然后害了老师晚上都头痛 哇酸民啊 害我吃水饺 现在都不敢沾醋 你知道吗 哇酸起来啊 不得了啊 本来我吃水饺很喜欢沾醋 OK好都没卖 现在不用沾了 没有没有没有 还是要沾 因为还是跌啊 今天还是跌啊 好我跟你讲啊 他这几天跌开始出量了 嗯 所以老师认为 这个开始要动了 你如果不相信你就卖掉了 那你如果相信你就抱着了 或者你想要做现股当冲 跟着我做好不好 老师大概做法大概就是这样 好来有没有股票的问题 好那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是 3703的新路 他说买在39块 能不能解套啊 3703 买的啊 39块 这个也是很陡 这个很陡啊 很奇怪 大家都喜欢买在很陡的这个位置 就刚好 这里的时候都没有人想要买 那时候看不到他 那时候看不到他 对 大家都买在很陡的位置 就刚好报答量 我跟你讲啊 39块 还好啦 还好 大概最多 最差最差应该还是39块 今天涨停板 涨停板就39块 涨停板就39块 我也希望他礼拜一涨停板给你买了 老师祝福你啊 祝福 对母亲节嘛 给妈妈一点母亲节礼物 对 好 再来 好 再来是8112的至上 他说买在60块还可以续报吗 哇 今天至上 这个涨很多 哇 这几天 今天涨很 这一支股票涨很多 我告诉你至上 我偷偷跟你讲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不能说朋友 我老婆啦 好好好 我有一个 我老婆她去抽签认购 有抽到是不是 有抽到 你知道认购价多少吗 多少 好像三十几块 哇 她抽到以后爽死了 但是好像只抽一张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就去 就去年 去年年底的时候 哦 他抽到以后 也至少赚一倍 他很短命 还是 什么意思 抽到隔天就把它卖掉了 很多人会这么做 股票发下来就卖掉了 我也会这样 他抽到好像三十几块吧 他卖在五十几块 哇 那这样也赚了差不多 好像 好像 这一支现金增资的时候 好像是在这里吧 我忘了 反正我老婆说她抽到一张 她很高兴 因为那时候的股价在五十几块 她抽三十几块 五十几块就卖掉 结果卖掉又东东东东 最高到99块 这时候就是不要再看她了 那我跟你讲 这种股票 你自己看一看 现金增资 好像三十几块吧 抽签的啦 抽签的 抽到以后它卖掉了 那我问你啦 这里叫30 这里叫90 涨三倍了 然后我问你 三倍你还要再买吗 对不对 像6531的艾普也一样 老师我150买的 到55涨四倍了 照理说要卖吧 要买了 对不对 涨四倍了怎么不卖 对不对 我们就是没有卖 老师未来会不会再创新高 我哪里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哪里知道 对不对 涨四倍了 最近还有一些消息很奇怪 像3324 专火 老师有没有跟你讲过 现在外资的目标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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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信 哪内资外资 1000块 说看到900块 我问你啦 你不觉得它已经涨不太动 最近好像差不多在 我跟你讲 这种股票 你现在去买 不要说你赚一只涨停都很难 搞不好跟艾普一样 从800多 800多900 900 然后跌到 如果打7折的话 打7折是多少 9 7 600 600 搞不好回到600 拜托 3661的四星 都从4500 跌到2500了 你认为3324 他就比较大 他都不会跌的 黄仁迅都点名他了 他不是有说 未来都是这种水冷散热 废话 从100块涨到900块 你还希望他涨到9000 涨到9000 钟祥老师跟你信 不可能 对不对 不要说涨到9000 涨过900 你就阿弥陀佛了 我讲真的 对不对 3017的骑虹 老师买在20块的 现在叫我去买它 我最多当冲 就等于说 今天站在军价线 买一下当天就冲掉 最多如此而已 现在叫我再买 650块700块的双骑虹 我如果call带你去买的话 将来会跟爱普一样 东东都又下来 好不好 还有没有 最继续问题 好好好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是 3051的利特 买在40块 有办法解套吗 利特这一支股票比较贼 利特 利特我们买过 我买过 大概在20块 20几块 这个很活泼 最近利特为什么不好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他们董事长说内线交易 他赚很多钱 是被抓到吗 被抓到 然后所以这支股票 有涨上来卖掉 这支股票争议比较大 你看一下消息 他有内线交易 那就是这种股票 我已经买过 我也小赚小赔 小赚吧 小赚出场 所以我就不再做了 好不好 利特最近有消息 有赚自己跑 赔不要赔太多 也自己跑 OK 好老师 针对下礼拜的盘式 有没有什么要提醒投资朋友的吗 OK 我们看一下下礼拜一 我认为这个可以买 是 今天三尾盘 冲一下可以 如果还有这个 创意准备开始要发动了 创意要发动了 创意要发动了 因为创意已经率先跌 率先见底 他要上去了 他要上去了 创意要上去 我跟你讲 我说要上去就是要上去 你可以试试看 6531的爱卜 今天已经爆量了 今天已经爆量 被离了 这也有写一个跌破什么 跌破9点30前最低 跌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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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跌破 都是跌破 10点跌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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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为什么 尾盘要上去了 好了 礼拜一开始享受 爱卜 指标背离的上涨 好 谢谢 谢谢钟晓老师的分享 如果想知道更多财经资讯 赶快加入 W1788标股及先锋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周一再见咯 拜拜 本公司已忘记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险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适审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就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中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说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真的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